大家好,我是小琪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比较优秀的仙人掌科的真木 什么叫真木呢 就是它可以用来嫁接仙人掌科的其他植物 比如仙人球之类的 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剪下来去扦插上 扦插上来长出来的根是萝卜根 有很粗的萝卜根 它的根系是粗的萝卜根 所以说它整个蜘蛛是比较肥厚的 不容易回抽 所以说嫁接上以后能够养多年 比如我们知道的三角 三角就是我们知道的火龙果的枝条 它养上两三年就没劲了 前期嫁接的时候长得老快了 后期就没劲了 就要去淘汰掉重新嫁接 但是它不存在这种情况 它不容易出现破相的情况 它也能够持续的供应养分 一直生长 所以说一般嫁接的话都会采用秀普 但是秀普一般是嫁接贵球 嫁接品相球 这样它就不容易出问题 能够多年的去养 就不需要经常的去更替 所以说你想要去嫁接仙人球的话 可以去选用它 有的话语说它可以嫁接蟹爪兰吗 它也是可以的 但是它不仅可以嫁接 而且它开花非常漂亮 你看它的花这么大 白颜色的 它的花期是在夏季一般 从陆下开始开花 能够持续开到秋季 花期非常长 而且开花比较大 有的话语说 它的花有没有香味 它的花有一股很清淡的味道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香 趴上闻能够闻到 但是您站在附近闻是闻不到的 它的花是开得非常漂亮的 但是它有一个特点 开花只开一天 而且它需要一花收粉 就是自己的花去收粉 那是不成功的 所以说如果你想要去嫁接仙人球 可以选择它 那么我想要开花可以吗 可以 你可以去带到一个大的花盆里 让它长高长长 然后多长侧枝 到时候开包盆 开花非常的漂亮 比我们知道的那个亮天齿仙人柱 要好养 而且比较容易开花 只要光照充足 只要您别浇水太多就行了 喜欢养的话可以选择一下 一根这条的话 在十厘米左右三五块钱 就能够买到 买到自己牵扎就可以了 学会了吗 学会了 别让我给小鸡点个赞 点个关注 大家走